他说我当前网络严重的严重抖动 啪哒一下传出去了 好像系统该让你睡了 那就睡了吧 就一开始你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在那个有机遇的口那儿 把握住这个机遇对吧 然后第二点是去了这个去了黑白TV之后 去了黑白TV之后拿的钱实在太多了 让我心中感觉到非常的不安 我就觉得我的工作时间 我的工作质量 我的工作内容得匹配得上我拿的 给我发的这些钱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然后就逐渐养成了这样的工作习惯 那最后就是一句话 大家说你现在可以不用很拼命的去弄什么什么了 但是我有一种惯性就是最近出了个不错的游戏 对吧 直播间的这个玩家观众很多随友弄得很起劲 那我不能说我一天就玩个三小时吧 除非我彻底把这个行业放下了 有一天我彻底放下了 我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我要去走走 我要去改变一下我的生活状态 那时候可以彻彻底底的改变一下 遵循一下这个 养生之道 拜拜 今天直播到这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晚安 反正祝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姐妹们身体健康 睡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